儿时的记忆一般都是从味觉开始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道特别喜欢的妈妈菜 我的记忆就是头菜蒸肉饼 我相信梁广的朋友对于这道菜一定不会陌生 学用的是腌制的咸头菜把它切成末 如果你刀工不好的话也可以把它剁碎 切好后用清水清洗干净里面的泥沙 清洗干净后再用清水浸泡到5-10分钟 这样做的目的是稍微减轻一下它的盐分 猪肉选择的是前颊肉把它剁成末 当然家里面有绞油机也可以用绞油机来代替 但是剁的话会更有一份爱心 而且会稍微好吃一些 头菜浸泡5分钟后再把它捞出挤干它的水分 这里要注意头菜的水分离到劲最大的可能把它挤掉 我这大味稀释肉的香味和鲜味 现在把肉进行腌制下入适量的糖少许的胡椒粉 再给上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倒上头菜给上一点点的花生油增香 然后大力的把它抓拌均匀一到两分钟 直至头菜和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最好是要搓到肉粘手 这样做出来的肉饼才会弹牙爽口 抓拌均匀后再给上一点点的淀粉去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抹上一些花生油 再铺上肉饼把肉饼尽量的铺平 让它在蒸制时可以更均匀的熟透 这道菜不需要再下盐 因为头菜本身就非常重味 蒸锅上汁后蒸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 我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如果是小白的话要个毛巾来包着再拿起来 蒸出来这些汤汁不要倒掉 我通常都会用来泡饭 好了一道非常简单的头菜蒸肉饼就制作完成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点个赞再走吧 谢谢大家观看